下面一題 請出題 請作答 Linian 為什麼 就是刪去法的話看 178 他們會真的去算那個高度 有 因為偷情網站不是要填個資 你有178嗎 但他可能謊報 一個男生喜歡謊報自己身高 然後但與老婆年紀相當感覺是他們相處久了 然後他感覺男生可能會想要有個fresh的感覺 他可能會找更年輕一點 也不一定可能更年長一點有可能 年紀相仿呢 曲總 我是覺得這個是身高 他選身高 身高比較高的男生還是比較有異性吸引力的 對啊 不管你是幾歲 如果你長得很高的話 總會讓女生多看你兩眼 我覺得你吸這個 你吸引了別人 那個誘惑多了 自然就比較容易出軌 這倒是有道理 女生第一個先看身高 對啊 我們男生看女生先看臉蛋 真的嗎 還是你應該看其他地方 沒有 什麼話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身高高於178公分 其實有個偷情網站 他是全球最大 而且是專為已婚人士設計的這個網站 他其實之前公布了一個 誘發男人偷吃動力這樣一個調查 其中提到很容易偷吃出軌的男人 有些共通點 其中他們的身高超過178公分的男生 相較於低於178公分 偷吃機率高出兩倍之多 是不是 另外兩人的年紀 如果你跟你老婆或老公 就是比他大 或是比他小 9歲以上的話 男生的偷吃機率也會比較高 9歲 就老婆比老公小9歲 他還偷吃 或是老婆比老公大9歲 那一定偷吃 一定吧 有人就喜歡姐姐 對 對 那個兩位請 兩位去偷情吧 什麼話 你說網站那邊先做一下 來加3000 下面一題請出題 請作答 通通寫左撇子 我以前會練反的字 然後就一定要用左手才練得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看達文希的生平的時候 覺得能夠寫反的日記 好像密碼超酷的 藝術家是不是有時候很怪 就是誰會看那個就想要練 但我有訪問過那個寫毛筆的大師 厲害 他是 左右開工 可是他是左撇子嗎 他左右開工 特別練的 瓜哥我是天生就寫鏡像字的人 你是左撇子嗎 所以你是左撇子 所以我覺得我選A 那你現在還會寫鏡像字嗎 我現在會 我天生的 只是我 對 我是為了後來上學 硬把那個筆拿到 硬改過來 硬改過來 邊哭邊練右邊的字 你在綜藝節目有表演過嗎 還沒有對不對 有 不多 不多 有巡迴過嗎 這種才藝還不來表演 真的 就是那我每次都寫玻璃字 什麼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我就常常會幫人家寫 是喔 對喔 太酷了 好使用喔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左撇子 其實那個兒童在3到7歲之間 寫出鏡像字 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因為他還在學習 那不代表他就有學習障礙 而是因為當時的腦部的雙側連結 還沒有發展好 那左撇子很容易寫出鏡像字 比方說好 花好月圓的好 他可能會先寫子再寫女 他順序不太一樣 那這沒有關係的 通常透過練習 正確的自行 還有正確的動作經驗 就可以有改善喔 下面一題請出題 很多人習慣到健身房運動 請問健身房的英文 GYM在起源時是什麼意思 A 裸體 B 戰鬥 請作答 怎麼寫戰鬥 戰鬥 這個字應該是有字言的 是嗎 對啊 不然他們全部都選戰鬥 而且超快 為什麼 一個 對啊 到健身房就是有一種戰鬥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因為字緣的關係 所以變成這個GYM這個字 對 我是總覺得 你看到每個人到健身房那種 練身體的都是那種 叫一下 就感覺很有戰鬥氣息的感覺 對 那是館長的健身房 一般別的館長 現在是練老人家的關節 那個也有 瑜伽 對 或是有些網美去擺拍 我來健身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的答案是 A 裸體 漂亮 健身房的歷史呢 可以上溯到古希臘時期的Gymnasium 這個字 那這個字的字源就是希臘語裡面的Gymnos 意思呢 希臘話叫做裸體 然後因為過去啊 希臘男子他們在鍛鍊的時候都是裸體的 那這個時候呢 為什麼會有Gym 是他們進行訓練泡澡 學習教育甚至社交都在Gym裡面 後來羅馬人就承襲著希臘人的這個用語 整套系統都承襲下來 把Gym視為一個重要的運動跟社交場合 你看到第一屆奧林匹克他們就是沒穿衣服啊 光溜溜 都沒穿啊 對啊 因為他們喜歡那種身體的美感 只有男生可以參加 只有男生可以參加嘛 對啊 只有男生可以參加 女生看了多興奮 來 東東回來 那這一輪沒有人拿走 一萬一累積在上面 贏者全拿 進行第二輪 第二輪第一題請出題 這個詞從14世紀就已經出現了 請問在當時這種樂曲的特色是什麼 A 音樂形式固定 B 樂器編制浩大 請作答 一定是A嘛 對不對 很芭樂啦 很芭樂 I have an apple I have an apple I have an apple 那首超不芭樂的 那首很特別 也演耳朵一亮 不芭樂嗎 不芭樂 我一直在重複那些事情 對啊 對不對 Linian 音樂形式固定 讓人家朗朗上口 對 很好上口 沒有太複雜的這種 現在歌唱得多複雜啊 你聽了都不知道怎麼唱 是 Linian對於音樂 芭樂歌的形式 有沒有解說一下 你聽得懂啊 芭樂歌 有啊 因為芭樂 我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他們會教 然後它會從一個節奏 然後再去講說你的形式 就說AB 或是ABBA 或是ABAB 主歌 然後副歌 然後劍奏 然後尾奏 對 然後其實我們 我們場底有一個曲子 曲式叫敘事曲 對 其實它就是也是在形容 就是說它是一個形式 的一個固定的一個形態 對 才會造成扭曲 一直變化會很難 對 來 傳唱度也夠高 對 你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音樂形式固定 其實這個詞最早是14世紀 就有了 當時的歐洲新藝術時期 發展出跟以前宗教這種聖樂 不太一樣的音樂類型 也就是現在的大家聽的俗世音樂 那敘事曲呢 Ballet 特徵就是固定的音樂形式 比方主歌 副歌 bridge 尾奏 那對於這種敘事的抒情歌也要定義 大家就開始接受度越來越大了 那開始把芭樂一個詞呢 翻成有沒有 聽起來很像中文的芭樂歌 然後用它來泛指各種抒情流行的歌曲 是的 來 加5000 獎金越對越高了 好喔 誰拿走這冠軍呢 下面一題請出題 自古以來 人類就對美術非常著迷 16到19世紀 西方畫家為了畫出完美的陰影 會使用什麼來製作棕色顏料 A 蟑螂 B 木乃伊 請做答 好可怕 有一點吧 因為他們也不可能拿活的蟑螂吧 應該是死掉的蟑螂 可是蟑螂內部不就是有一些不同顏色的汁嗎 是啊 可能要曬乾啊 如果曬乾就變乾了 而且它 你說真正的棕色是 到底怎麼樣多棕色呢 跟那些東西混合 出來的顏色應該是比較 稍微暗一點 對 但是又不是那麼純棕色吧 你都已經沒有打過蟑螂 不會有棕色 白色透明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剛剛那個蟑螂應該是死了一陣子 而不是 就馬上來做畫 不是新鮮蟑螂 那你說拿木乃伊 這麼大一個東西 你這樣做他嗎 對不對 可能刮他身上什麼顏色吧 雅顏是不是這樣 對啊 木乃伊 應該 因為木乃伊不是白的 他們其實會有一些 組織椅子類的東西 他的氣管要泡藥水 對啊 因為其實在藝術史上 木乃伊中曾經是一個 真的有這個名字的顏色 木乃伊中 對 因為它那個縫帶裡面的 那個顏色 棕色是 就萃取出來是 曾經是很流行的顏料這樣子 連木乃伊中都講得出來 厲害 你看那個木乃伊 為什麼內臟都要保存 就是萊斯海看 你想阿當 就跟太監為什麼有寶貝一樣 上次你說怎麼會有留那個 有啊 寶貝留那個 對 裡面全部都是寶貝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木乃伊 的確有個顏料的名字 叫做木乃伊中 Mummy Brown 然後它是在16到19世紀末的時候 非常的紅 因為這個棕這樣的顏色 有穿透性 非常適合用來描繪 當作陰影的顏色 那當時很多畫家都很愛用這個顏料 那中古世紀的歐洲 其實木乃伊不太可以當顏料 還當作藥材類 有的時候人會吃下 還有木乃伊成分的配方 可以治感冒啊 癲癇也可以治 當時藥局普遍都買的到木乃伊藥材 可是木乃伊是取哪裡 它的肉嗎 真的喔 好特別喔 因為它包著嘛 紗布啊 你是不是要解開肉 主之意吧 主之意聽起來真的很專業的 對啊 來 先休息一下 這個 加4千 兩萬囉 很高耶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託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